台中一名81岁老妇人因为生病在家里面过世 两名同住人女都已经60多岁了 无力办理丧葬事宜 就这样在租屋处伴着母亲的遗体睡了三天 直到在外打工的小弟跟热心单位求助 在志工的协助下圆满人生最后一段路 志工人员收捧牌位亲自扶冠 将棺木还晚送上车再深深一举躬 81岁老妇人离世三天后终于等来一口棺木 圆满出病 过世的81岁老妇人加入台中 日前在家因病过世 同住两名儿女因为是经济弱势 无力处理丧葬事宜 就这样在桌屋处伴着老母亲的遗体睡了三天 只要在外打工的小儿子发现 拜托基金会帮忙才顺利莫得一口棺木 积金会表示出病当天原本就预定为南投一位游民送行 只要老妇人的案件请她志工纷纷放下手边的工作 以最快速度让老妇人得以善终 也陪伴她做完人生最后一程 借贷人贸长话唱不倒 这对 cort让人生贸长话唱不倒 ERIC